你们别老是说人家这个品牌超RM啦 那个品牌超RM啦 酒桶型的这种设计又没有规定只有谁才可以用 那RM可以这样吗? RM可以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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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RM都没有 哦 喂 这么少了 明明全马只有 disfr 一定是那组钢头 不用紧 我们去把它找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часто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快拆技术我个人认为 它很有可能会成为很多 别的品牌会用到的这种技术 因为你玩了之后你会发现到 它真的是太太太方便了 而且一支表就能做到随着你的心情 更换这支表所有它的一些配件 包括表克 表冠 表带 表扣 所有都能用手就能拆到 首先小刚我要说一句真心话 这品牌它不只做得比其他品牌更好 而且是超越其他很多品牌 那从入门的这种价位 例如这种这几年非常有名的 豪法 豪法 入门的这种 Wish Do It 小刚在频道也做过这种酒桶型的一些品牌 甚至到这个比较有名的Expedition Auery Store 甚至Kronos Art 或是到顶级的RM Richard Mill 或是小刚自己最喜欢的Frank Müller 法木兰FM 这些都没有一个能像它这样 拿着这个独创的机械构造 还荣获这个全球的Muse Design Award 拿奖 完全不需要任何工具 就能完整的拆卸 真的是太爽了 没错 说的就是它这个 Interchangeable System 四维度快拆系统 对于这种酒桶型的表设计 很多人有一点它忽略了 就是不论是从入门的 打个比方 毫法也好 或是到 法木兰FM 甚至到理查的Richard Mill 就好像我自己小刚的FM 防水只有一个30米50米左右 因为由于这种酒桶型 它弯曲的这个天生它的这个设计 所以它的防水深度 一般上你看 你上网去找一下 一般上它的规格 就只是一个30米 或到50米的一个防水 但是这一款酒桶型系列 这个Sar Bomba 这一款表 是唯一一款在这个价位 完完全全能做到 真正高达100米的防水深度 这个真的 我看到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 太实用了 如果你到它的这个official website 官方的这个网站 有非常多的选择 而且价格也有很多种 完全可以自己做搭配 Customize 小刚手上是大套装的 这一支是 这一个套是 那总共是有7条表带 7个表克 7个表扣 7个表冠 7个表冠 当然还有一个 原本的那个表的本身 这个表头 一个哦 那你试想想啊 如果品牌啊 未来又推出一些专组 用来放置 这些配件啊 手提箱啊 还是一些精品啊 哇我跟你讲 那出门 又可以随时更换它的配件啊 想到都爽啊 真的是 哭到爆啊 真正成年男人的玩具啊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做工 还有它的这个规格 表头的本身是在一个 43mm多左右 而且表本身一点都不会厚 你看它侧边非常的薄啊 那整支表上手啊 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王金的尺寸啊 表我到表尔也是在一个 50mm左右而已哦 那官方也有提供几种选择啦 那它那个表头而已 那我选的这个是PVD全黑的哦 那也有这个银颗的 这个不锈钢银的这种 这个选择 表盘是做了这个裸空的设计 然后提提它的这个 Super Luminova 它的夜光材质哦 非常的亮 官方称 它是选用了最好的 这个夜光的材质哦 连秒针的这个T 它这个logo啊 也是一样有夜光的哦 那表径的玻璃 是用到最好的这个 SURFIRE 蓝宝石材质 非常的防刮啦 底盖的部分呢 是做了透备的设计哦 它搭载的非常耐用 这个日本CITIZEN MIOTA 这个82X0的这个机信哦 那动力储存是超过40个小时 都具备秒听 还有手动上链的这个功能哦 我个人非常喜欢它的这个 上链自动驮的这个设计啊 它打磨出来的这个线条啊 反射啊 你看这个真的是很有高级感 当然这个机信出了名 就是它的这个单向旋转 上链系统 连近这几年哦 百万电堂机的这个MBNF啊 这个品牌哦 它旗下这一款哦 MAT ONE PROJECT啊 这个系列哦 也是用这个MIOTA改的这个机信哦 旋转起来啊 甩下去啊 就是一个之爽啊 那小刚选的这个大套装啊 是有三个碳纤维哦 CARBON FIBER的这个表克 另外四个哦 是包的这个FU橡胶啦 FURO RUBBLE 材质的这个表克哦 那这个表克的设计哦 其实非常的特别哦 表克两侧是有稍微微微突出来的哦 有点类似这个表王啦 白道菲利PP Nautilus 鹦鹉螺这一种视觉效果 非常的好看哦 而且非常的简约 完全和RM啊 不一样的这种设计哦 整个表克整个表哦 配得非常的简约 耐看哦 那特别要提提这个 纯色的这个表克啊 这个FURO RUBBLE 手感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哦 还是一个硬的材质哦 但是摸上去有一点好像 类似一点塑胶的一种感觉啊 而且装上去整支表很Plan 很干净的一个纯色 如果你搭配上你整个表带啊 哇真的是非常的高级 非常的好看 讲证啊 我小刚测评过那么多手表啊 不要说酒桶型啊 圆形啊 这么样的纯色啊 纯到这样纯的颜色啊 我还是头一次见啊 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那至于碳纤维啊 Carbon Fiber的表克啊 也是真的是这个碳纤维哦 Carbon的材质哦 不是仿的哦 它表克装上去非常的简单哦 把表克往表的这个卡扣按下去哦 咔插一阵哦 就锁紧了 侧边的这个Sar Bomba这个logo 它的设计哦 其实也是一个机关哦 它也是微微有一点突出来的哦 和它的表克 是做了同一个造型的哦 那你和这个左右两边一起哦 和这个表冠两边一起哦 和这个表冠两边一起 按下去哦 就能把整个表克拆回下来 那它所有的机械结构啊 不是那种低成本去乱乱做的那一种哦 你一拿上手啊 就很明显可以感觉到它是非常的Solid 非常的高质量 它品牌也注明了 这整支表哦 在生产的过程中哦 是经过了非常多 複杂的这一种工序 甚至还用到很多超精准的这一种机器啊 进行切割跟打磨 它的表带也是小刚要提一大的重点之一哦 那在那边小刚就跟大家科普一下哦 手表使用的这一种橡胶表带哦 它的材质其实是有分很多种的哦 那从最普通的silicon哦 也就是我们每次平时你买表 有些表的表带哦 那种胶带是软软 然后很黏灰尘的那一种 那种就是最普通的silicon哦 然后到这个nitril rubber nbr 然后再到这个poly pu rubber 然后到最贵的这个furofkm rubber 其实都有分好多种等级的哦 而在工业级去区分呢 furo rubber fkm这个材质是最好最耐用的 也是带到最舒服的材质 当然它的成本也是最贵的 那sabomba就是用了目前市场上啊 最顶级的这个橡胶材质啊 furofkm的这个副橡胶材质 每一条表带都是一样fkm的这个材质哦 那底部有这个独特专属设计的这个金属按钮 往里面咔嚓一下就锁紧了 表扣也是有快拆的设计哦 而且质量都非常的扎实哦 而且表扣黑色啊 银钢色到玫瑰金色这一些哦 通通都有给到你 然后来到表冠啊 claw这个龙头的设计啊 真的非常的特别啊 刚刚换表克啊 这个构造啊都已经够牛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哦 但还可以设计出这一种 连表冠哦 这个龙头啊 claw都可以做拆装啊 我真的搞不懂他原理是怎么样做到啦 总之哦 他的那个claw啊 那个表冠哦 他的金属结构哦 一样是非常的高质量 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次是你看着下去哦 就是非常粗的一个造型啊 他不像我们平常一般代表 你调时间一拔出来 你看里面是细细很脆落一枝的嘛 这个完全不是哦 那你看我把这个这个表冠哦 我转进去哦 他就自然会锁上去固定哦 完全不会影响到我在拔出来要调时间的这个操作 但是如果我给一点压力向下压转下来的话 他又可以把整个表冠拖回下来哦 哇真的太神奇了 而且他顶部就有那个saboma的这个品牌的T logo啊 而且他表冠的这种螺旋纹的这些细节处理啊 做得非常的好 也是一样有给了七种不同的颜色 这场展示务 每个月都没有试图 我看电话 我们继续的吗 我们继续的频道 我们继续的 briefly 这场展示务 有的细节目 我们俩常订在专属的的时候 我们继续的奇迹 我们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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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